齐山冰店单挑韩国瑜 抢生意差也不做中国人 高雄市长韩国瑜上任三个月 就从海外签下72亿订单 让高雄发大财 但齐山这间冰店不但不拍拍手 还直接开抢韩国瑜 直说现在不想当中国人 以后也不想当中国人 有个跑到中国觐见天朝笑嘻嘻的市长 身为高雄店家我们感到抱歉 甚至还说生意变差 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 有正常脑袋的人都知道选哪一个 这篷文业说不止行政院 副院长陈其迈来赞加 网友也大量有进 直呼要用新台币力挺 这间店1945年开幕 里头这碗两球清兵 加上一球综合冰 最后再配上传统红豆馅料 就是让这间店屹立不咬70多年的招牌 这回因为太多人拿着这张韩总美食地图上门 让第三代老板受不了了 直呼韩国瑜根本没来过 才会在脸书上澄清 杠上韩国瑜 对此第二代老板表示尊重儿子 而对于店家的反应 观光局长这样说 这是个美丽的错误吧 东西好不好吃 其实不分蓝绿 店家支不支持韩国瑜这件事情 不是我们优先自己店家 光临还有会顾等的基本条件 70年老店大胆向韩国瑜 嗆心啊引号而红 看来这波韩流 不管好坏都为高雄带来影响力 地方中心高雄报道